我就知道說一定這是又是我對評證的 然後因為前一場是對難贏 然後教練也把高最好的投手放在難贏那邊 然後這一場教練就把我設定在先發 然後就知道說教練一定把這樣 當作是最重要的一場 然後就關孫兒的講號吧 就是我就是盡量投吧 然後假如後面剩下就是你後面自己解決這樣子 111學年度高中目棒聯賽 3月2號在嘉義進行八強戰 古堡平鎮跟去年上演相同戲碼 再度提前於八強碰頭 只不過今年結局不同 一局上古堡打線就突破平鎮佐投林維恩 隊長劉俊偉跟外野手林家瑋接連安打攻下2分 七局上古堡把握對手手臂失誤 加上楊念希控球不穩再打下3分 這種古堡就以無比0收下勝利挺進4強 也中斷平鎮挑戰牧聯五連霸 非常爽因為很久沒有贏平鎮了 上次贏可能是去年獄三杯了 看你到底是在跟大家講嗎 就是因為他們比較容易讓自己沒有信心 所以我就是他們上去的每次的守備 每次的打擊我就是能把我能提醒的 主要是讓他們自己有信心一點 就讓他們有信心他們在做起事情來會更有效力這樣 今天的心情當然是很開心 因為去年好像也是這時候就碰上平鎮 然後這次能夠在這一階段就先把平鎮打掉 然後對我們之後會比較就比較放得開來 在第三階回去之後我們就在練習的時候就有很 就是準備打左頭然後都做蠻多功課了 然後希望就是能夠在比賽上發揮出來 然後當下能打回來然後當然開心 然後就能夠幫球隊就是先拿下分數 然後後面打的就會比較輕鬆 至於投手方面 古堡火球男林勝恩最快球速152公里 竹投5.2局僅被交出兩支安打 送出5K沒有失分 和階梯上場的孫一磊攜手壓制同鎮打線 其實去年其實比較緊張一點 因為平鎮都是學長 然後今年就是換我當學長 然後平鎮那邊就是學弟 然後就是自己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前幾年學長輸球 然後今年打贏那種感覺就是 訴仇啦 想要拿冠軍就是要把自己的本分去做好 那在球場上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把可以掌握的事情掌握好 這樣就足夠了 接下來就剩兩場球嘛 所以就一場一場來 然後把自己該做的做好 然後順利拿下這次目棒聯賽的冠軍這樣 好 接下來的美河東體之戰 前五局 東體都無法從美河先發投手 胡平樂手中敲出安打 直到六局下 接連三安逆轉戰局 最後以3比1擊敗美河 繼108學年度後 東體再度打進四強 另一篇嘉一線的兩場比賽 則是由浦門中學跟鷹哥工商取得四強門票 對